妳看這個花海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有一片黃油油的 我們趕快來問一下 到底一日美人在哪個地方好不好 好 這裡有一位 妳好... 我們是愛玩客 我們請教妳一下 現在這整片金針花海好美好美 我們來找一個美人 它是一日美人 妳認識這個人嗎 在這個地方很紅 我就是美人啊 妳是一日美人 一日美人是他啦 他 為什麼叫做一日美人 今天開了到晚上就寫掉了 所以就沒有了 所以它只有生長一天 只看一天的花 所以現在是金針花季嗎 對啊 金針花季大概是 幾月到幾月的時候嗎 7月底到10月 今年比較慢一點 其實一般大家聽到金針花 就會去六十丹山 但是六十丹山那邊 現在人已經太多了 可是這個刺客山 其實還有更... 也是有整大片的金針花 而且人群現在目前還沒有這麼多 所以大概以後可以把握這個點 恭喜小鐘保得美人歸 金針花早上開 晚上就凋謝 但花瓣展開時 盡力綻放的艷麗色彩 讓它有一日美人的稱號 每年8到10月的金針花季 縱能成為全台焦點啊 身為知名傳達小天后的鮪魚 當然不會放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換上外拍戰服 在美麗的金針花海中 一邊露營 一邊跟美魔女花 然後學習怎麼採金針花 第一個要知道怎麼走路 不能亂走 怎麼走 這裡有一條一條一條 有道路小小的 一條一條一條這樣走 採的時候 這個是一字花 一字花 對 這個是二字花 重點是一般遊客來 是不能採的 對... 那為什麼你可以採 因為整片是你家的 我要做示範 我們稍微做一下示範 一般來講 我們是純粹來欣賞 對 重點是我們是欣賞 重點是跟大家講說 這個金針花 不單單有觀賞的價值 最主要它可以當食物來吃 對 金針花 金針排骨湯 對 沒錯 沒錯 專業的玩家 就是要深入農家 吃吃當地的金針大餐 不過金針排骨湯 這種Oscore的吃法 我們不介紹 美模擬老闆娘的金針料理 可是意想不到的先吃法 接下來要吃金針花大餐 我跟你講不得了 滿桌的金針花 我覺得這個老闆很厲害 可以把它變換出這麼多吃法 一般來講我們吃金針花 就是金針排骨湯 排骨湯 還有這個雞金針花 炸金針花 對 但是你不講話 這看起來還很像炸西雲 對 炸很不像金針花 對 很好吃喔 好吃耶 小時候的味道 酥酥脆脆 然後金針花 它有一點點它金針的香氣 然後它裡面其實還滿有水分的 然後它是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來的時候 他們在金針花田的旁邊 都會有很多這種賣那種 雞金針或那個車子 它可以蘸一點胡椒粉 再蘸一點那個 胡椒鹽 都非常好吃 接下來呢 我跟你講 它這個地方還有這個涼菜 這個滿厲害的 這是我聽說看到 有雞絲 涼拌 有小黃瓜 我把它拌一下 我吃到它的感覺一下 還有蓮藕 涼拌的金針花 好好吃 你咬下去 那個金針花 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它咬下去那個 那個脆脆的感覺 然後它那個水分又很足 讓它上這個 整個開胃 那這個呢 滷肉飯喔 大家有吃過滷肉飯的 金針花的滷肉飯嗎 金針花滷肉飯 對 這是只有來到這個地方 才吃得到的 好吃嗎... 好好吃 它這個滷肉我覺得 它有特別用的一些東西 去醃製 所以它滷肉 有很多香料的香氣在裡面 它把金針放下去一起滷啊 所以它的滷肉 多了一個自然的甜味 是金針花的甜味在裡面 所以你就會覺得好像 它的醃製汙沒有來得那麼腫 它的醬油味沒有那麼腫 美夢的老闆娘 想出的金針大餐 真的是很厲害 不但由外面吃不到的金針盒菜 還有走創意路線的 金針滷肉剪餐 大家趕快把握花期最後機會 來赤殼山賞美人吃大餐 阿牙 下去 剛就耶 是 回來了 中暫瀆 律子 их 好 算 在